- 歡迎來到第四集的深夜Head-Up 基本上這個Podcast會討論一下POE相關的東西 由於我們都是玩國際服 所以我們所講的POE Terms 雖然以英文為準的 除此之外 生活上事務大小都會講一下 大家不妨stay a while and listen 我是Chester 我是Chester 今集就是今年的最後一集 我們就回規一下這一年來POE所發生的事 這一年來我們經歷過3.13的Ritual 3.14的Ultimatum 3.15的Expedition 和3.16的Scourge 一年來我們經歷過4個League 你心目中有沒有哪個League是比較深刻的? 3.14的Ultimatum 3.14的Ultimatum 是 那個League是第一隻升到100 也是第一次自己成功致力做了36的Challenge 所以這個League是我最深刻的League 應該是今年來計 是 是 但是 那個League是實質上 不是應該這麼說 今年裏面我覺得最好玩的League 不是他 他是我最深刻的 因為我做了這堆東西 但是我覺得最好玩是Expedition 這個League 如果今年4個League來計 你呢? 我的話 3.13我就skip了 因為那時候我搬屋 對 那就玩不到 之後 都跟你一樣 因為那時候我們 可能之前那些集數都講過 大概是提怪 其實我們 自己圍內有一個In-House Race 那時候Ultimatum 也是我 騎了一個League 我是拿到100之餘 還拿到40個Challenge 嗯 是的 那 那當然和你所說 這個只不過 印象深刻的點是因為 自己達到這些 而不是說 因為League mechanics 所以導致這件事 其實不是 只不過純粹是因為 我們自己圍內的In-House Race 導致有這個Motivation 去Push for 100 和40個Challenge 嗯 但是 我認為 我覺得 最搞笑的是 我覺得最好玩的 League 反而是Ritual 雖然我錯過了 但他們後來 把他們放進 League mechanics 嗯嗯嗯 我反而 只是這一年 這麼多個League 來計過 Ritual反而是我 最喜歡玩的League mechanics 嗯 原因是因為 一來 你基本上每一次見到Ritual 你是可以 有一堆Pack 有一堆怪 去打之餘 你基本上那些Reward 是 你有一個表 有一個表彈出來 那你那些Reward 在那邊直接拿 在那些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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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樣東西 就是 我挺喜歡 它有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Fund Factor 你每一次見到 那個Ritual 那個Totum 那個樣子轉了 的話 它會有幾個 不同特別的Shrine 即是不同特別的樣子 嗯嗯 而每一個不同的Shrine 可以有個Indication 讓你知道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Ritual 而這個Ritual 你成功過了之後 你會期待到 大概是哪些類型的Reward 這個我覺得 是其中一個 挺有趣的 對我來說 還有一件事 是它們改了 其實這件事 但是 我記得那時候 Ultimatum 那個Leap 還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 Force spawn 五個Ritual 嗯 即是如果你有一個 Watch Stone 之後再加 你那個 Uncharted Realm 有一點是25% increased effect 嗯 of of the Watch Stones so you always ended up with 5Rituals if you are if you were Farming Hayward Hamlet back then 嗯 Wish Gones 有一個很不錯的 experience source plus any other resources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because Ritual itself the reward actually gives you all kinds of rewards where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go all around the place to get what you need but you can basically get it off get it off of Ritual 對 所以我覺得 很諷刺 ok 你對Ritual的感覺 就是覺得 他可以什麼資源 都可以給你 但是就因為他有不同 就是特別的Ritual 所以每一個人 counter都有些少許不同 除此之外 就有一大堆怪 這樣裏面 因為你剛才 全部都是英文 所以我想 不斷說回中文 解釋一下 然後就 類似這樣 然後 有一堆怪 可以選擇不同的 reward 而且你每一次進去 就是你第一次看到 那個Ritual 你就已經知道自己 有什麼的 reward 看到那個圖堂也好 那個圖堂也好 那個圖堂也好 那個圖堂 基本上就是 看到那個圖堂 你就知道會有什麼reward 那你就可以考慮去做 或者不做 你的意思是 還是你是不是都會做 但是你是可以 Kind of like expect something 嗯 就是這個圖堂 是一個特別的圖堂 是給你 currency reward 可以大概 大概有個 expectation 是 我現在那個 currency stash 裡面 我是沒有什麼黃屌 又或者沒有什麼 chaos 那我盡量會在那裡拿去 chaos 就是如果以一個SSF的POV來看的話 嗯 那如果let's say 你是一個 trade的point of view來看的話 你可以 kind of expect like okay 如果有一個mirror的話 那就最好啦 但是如果exalt的話 其實都不差 right or even like chaos 那那麼多個 就是Ritual有很多種不同的圖堂 你最喜歡見到 或者你覺得 哪一個是最有意思的 啊 interesting 那這樣說 如果在 SSF的POV來看的話 你會想見到Jong那個 就是會給Jong option來去選 那 原因呢 trade的話就一定 currency 原因呢 嗯 原因是因為let's say 你farm著某一個area 嗯 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 其實POE那個atlas 那個mapping system 其實如果你要找 target某些base的話 你要去certain quadrant 去找他們 嗯 但是 since 如果你真的 back then at least or even now if you were to farm ritual league you would always stay in stay in Heroe Hamlet right 嗯 but then because of ritual 你不用 like 你不用特意去 某一個地區 找某一個base instead ritual can kinda provide that kind of leeway to you 嗯 所以 所以我會覺得 at least 在SSF的point of view 你要穩妝 你也都 只想說 ritual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 之餘就是 再來就是 currency currency這個是非常之 versatile 不管你在trade的POV 去看 或者以SSF的POV來看 你要craft裝 你要做交易的話 currency一定是最好 嗯 反而我自己個人覺得 呃 你會拿到 card那個 card那個 制裁 我覺得 it's kinda iffy because 為甚麼呢 為甚麼 card那個 我覺得 是因為 一來啦 card你要儲齊 才有啦 因為有時候我記得 他未必給你一碗stack 我記得 嗯 對了 一啦 二來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trade的POV來看 的話 其實只有某幾張卡 真的是值錢 嗯 那 如果以SSF的角度來看 你是可以拿到一些 你平時很難拿到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你 卡有這麼多張卡 之餘 它又未必拿到full stack 基本上你是卡在那裡 嗯 至少在我的觀看 如果你是SSF的話 那 是的 有些不想不下的感覺 嗯 但是相反 如果你拿到裝 你可以馬上去craft 你拿到好的基礎 所以再來就是 如果你拿到currency的話 你有資源去craft 其他你想craft的東西 嗯 是的 那這些就是 至少我對Ritual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諷刺的是 Ritual 剛剛出的時候 我沒有空玩 但是 玩回我覺得Ritual 就是很有趣 無論我後面 Automatum也好 Expedition也好 Scorch League也好 我見到 Ritual那個 mechanic 其實 令我更興奮 比其他類似的 嗯 是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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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如果以 Personal Achievement來說的話 Automatum 一定是 一定是選擇 嗯 但是 例如 Litual Ritual 絕對是 我的 Personal Favourite Out of Litual OK 那 不如我 逐個逐個Lit 去解釋一下 有什麼事情發生 對 可能會比較容易 追蹤 嗯 好 3.13是Ritual 那 Ritual那個Lit 就是今年 1月份開始的 那這個就是 基本上由頭到尾 就是因為去年 有一個叫做Cyberpunk的遊戲 是 沒錯 那這個Cyberpunk的遊戲呢 就令到GGG 不敢在12月份那裡推出一個Lit 就把整個Lit 就推遲了去1月份 這樣就誕生了我們現在這個12月 沒有一個新季的 就改變了以前 他們過往不知道 四五年那個Pattern 就把整個Lit 轉移了到1月開始 是第一個季 每年 嗯 那這個好處對他們來說呢 就是12月份呢 原本那季呢 就通常是最差的一季來的 通常是內容最多 多到他所差的東西 就完全會掩蓋了 因為太多新遊戲 大家只會記得很多新遊戲 不記得他有一大堆 但是12月份 通常都是他們推出了一個Lit 以前 然後下一個星期呢 他們就放假了 你要記得 嗯 一放假就放到 一月才回來的了 所以所有的Hotfix 只有頭一個星期 然後有什麼問題呢 就要過了一年才搞的 嗯 然後因為這個緣故呢 他們過了一年回來 接著要搞的東西呢 這樣就繼續 就是backlock 要做12月份的事情 但是同一時間 去3月份 就有一個新的Lit 要出的了 嗯 變成了12月份那個Lit 就是最多 content 很多筆 接著3月那個Lit 就非常之多 很少 content 因為趕不及搞 所以就將整個問題 就無限擴大了 那個3月份的Lit 但是今年他們就改了這個問題 嗯 那我不知道這件是好事還是壞事 但是總之 所以我們為什麼今年 一月份就有3段13 這個Ritual的Lit 那Ritual呢 就是我們Endgame的Lit 來的 那就推出了Maven 這個新的Endgame content 也都推出了這個Atlas的Passive 就是這個如徒的天賦樹 嗯 那你對這個 你又有什麼感想呢 這個如徒天賦樹 如徒天賦樹 或者整個Maven呢 整個Maven呢 整個Maven它所連帶的東西 有什麼 嗯 嗯 嗯 我大概聊過 就是我們本身有另一個Friend 就是因為太grindy 你負責太多東西 which kind of makes him kind of burned out and like put off about it 嗯 但是如果只是說Atlas 那個Uncharted Realm那個盤 就是中間那個 就是最後你要打完Maven 或者打完那堆特別的Invitation 那堆不是每一區的那個 是嗎 是是是 就是我先說了那個 好 那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 就是它是可以fulfill你想追求的 所以說 如果你是一個純粹想farmCyrus的player like a boss killer 你可以點就是說 你每一次打他的Guardian的時候 可以有機會fulfill兩個格仔 instead of one 嗯 so progressively 你去再觸發Cyrus的時候 去再越來越快 嗯 嗯嗯嗯嗯 第二樣東西就是 那如果你farmCyrus的話 你會想有多些Master Mission 那它這個又可以提供到給你 嗯嗯嗯 那之後再來就是 let's say 如果你想farmElder 或者Shaper的set 它也有這個東西 嗯嗯 又或者even like 增加Cortex跌的機率 嗯 那你either可以就這樣 原本一個Cortex這樣賣出去 又或者自己打Cortex 看看能不能打到這個Bottle of Faith 嗯嗯 嗯嗯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Uncharted Realm 那個盤是可以提供 每一個不同玩家的需要的東西 嗯嗯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為 你喜歡Uncharted Realm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一個盤 apply了下去所有面 instead of一個盤 只是apply下去幾個十幾個 是呀是呀 因為再說回 就是剛剛你所提到 你每一個quadrant 或者每一個area都有自己一個盤 那個盤就是影響 只是影響那個區域而已 嗯 相反你中間那個大盤 其實是影響了所有 歷程的map的progress 嗯嗯 或者每一個都在做 對嗎 那現在所謂的小道消息 就是它們將會在3.17改的 就是將個盤移除了這麼多區 就只剩下一個盤了 5個盤會好一點 嗯 沒有過 我覺得好看的 因為我就是 我剛才都想繼續說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它們 就是一個中間一個大盤 嗯嗯 提供功能上的東西 和每一個小的區域提供的那些盤 提供的東西是 那個direction是很不同 嗯 因為你中間一個大盤 是apply to all the areas 嗯 但是你小盤 只是提供那個區域 嗯 which in a way 你可以理解成為 你那些area 你可以決定就是 我這些area Let's say here are hamlet 我想最主要做的是 harvest or even essence or even like ritual so or let's say 右上角 你想只是做 let's say delirium or something right then if in like bottom right you wanna just do heist right 嗯 所以我覺得很不同 再說回就是 如果好像你剛才所說的一句話 如果現在連四個quadrant都沒有了 的話 那我又覺得 會不會變得很linear 嗯 就是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是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每一個區域你可以自己 給它一個purpose 嗯 但是如果連那些quadrant都沒有了 那其實如果有一天 例如說我不想 我今天不想farm ritual 我想只farm heist的話 嗯 我會變得每一次要轉的時候 每一次都要轉 right 因為現在四個quadrant都可以選擇 如果今天我不想做左上角 我可以做右下角 right 嗯 但是如果全部統一了的話 這樣就變得很linear 嗯 因為我想GGG原本它出這些盤的目的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那一項 就是你今天是想target某一件事 你就可以去那一區玩 然後如果你想玩另一件事 你就可以另一區玩 嗯 那你就不用下下 你要可能好像以前那樣 要動一大堆scarab 或者要整個saxton 或者其他那些東西 要故意轉去遷就它 甚至乎再舊些 就要un shape了那圖 然後去整它等等 嗯 但是它引申出來的問題 就是這個alice passive 引申出來的問題 就是會變了 基本上就是由3.13 紳士坑三日香 大家都覺得ok的 但是3.14開始 3.15 3.16都好 有些人就覺得那個 它原本那個不同禮的東西 你沒有了那個atlas的passive 好像差一點 就是那個atlas的passive 給到的reward實在太大 多過你正常 就是你如果很簡單 就是我們說 你左上角 見到heist那個箱 你按下去 你知道沒有什麼好東西 那個marker又不會多 然後又很少機會會有blueprint 然後之後又只有一張contract 基本上 但是你在右下角 你知道你一定多一堆marker 然後有blueprint的機會都大很多 就是你整個心態已經不同了 嗯 甚至乎好像你看到軍團 Legion 那些或者Bridge 那些在不適合區的地方 你分分鐘不想走進去 因為根本沒有東西在裡面 相比起來 有對比有傷害 是不是 嗯 它那個原意就是 讓你可以 你喜歡玩這些 你就去這裡 但是最後就變成 我想玩這些 然後在第二個區 那裡撞到它 我就直接不想 碰都不想碰它 是比浪費時間更差的 嗯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 有點主觀 就是我是翻開左上角的 有時候我會見到 abistle 又或者Bridge 這些 我覺得我又不會覺得 浪費時間 那我就當作用來 使用經驗 你是第一個 我第一個聽到 走abistle 會覺得不是浪費時間 真的嗎 是 如果沒有下角度 開abistle Nemesis 3 這樣才算 是 基本上沒有人想走abistle 十居其九 它都是backtrack到傻 那一條 是 OK 我覺得我要跟所有聽眾 解釋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覺得 POE這遊戲 grind是一個基本 或者farm 你剪草的過程 是其中一個 core concept of the game 所以我來說 OK 我只是 即使 優惠給到你的東西 沒有其他區 那麼豐厚 沒有那麼豐盛 都好 但我還是會做 因為 不管 無論如何 悲惡 悲惡 我還是會有經驗 instead of completely skipping at least ok that's just me 嗯 因為通常人的理解就是 假設就跑A才算 是 剛剛開波圖進來的那個位置 叫A 跟著走到abistle 那裡是B 對 大部分人的經驗就是 你由A走到B 開了abistle 你就需要走回去A 對 基本上去backtrack的程度 是 這樣中間可以是很遠的距離 可以是很短的距離 可以是很短的距離 就 depend on map 或者 depend onabistle 是 當你走完 由A去到B 跟著由B 因為點了abistle 走回去A之後 你再需要由A走去B 那段路呢 就是刺的 是 那段路呢 就是絕大部分人 不喜歡的東西 純粹 而不是點了個B 如果那個B 它是去到C那一點 就是不是A 就是不是回去 它是逐向前走 沒有人介意 但是你玩過abistle 那麼多次你就知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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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因為我知道你是很討厭 是 但是你反而會覺得 abistle的backtracking 沒有問題 但是delirium的backtracking 你又有問題 是 是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factor I guess in my point of view 為什麼我會說 就是為什麼好像你所說 為什麼我其實很討厭 這個delirium 但是abistle 其實我覺得問題沒有相對那麼嚴重 是因為abistle 它不會 force你走到老子那麼遠 嗯 在delirium on the other hand 它要你走很遠 才會走快 嗯 OK 因為abistle是一個 一段trail 一段trail這樣去 嗯 那你一段trail 你清完那堆trail 那它會停在這裡 然後再走 然後再去下一個 destination 嗯 所以在那裡 你當下 你當下的避ie子 避ie子 你可避ie子 避ie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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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ventually it will stop right because like during the whole abyssal progress of doing it 其實你是正在清洗 你沿路一直都正在清洗 即使你backtrack 也好 你就當清洗之前正低那些 但是你delivium不同的是 你要一直清洗 你還要未必 你還要快 那你快得來你要清洗 除非你的裝備很厲害 否則的話 你是不可能快得來 我確保你沿路都能清洗 第二件事就是 你在清洗的時候 即使跌了些東西才算 你會有很大的機會繼續向前走 或者繼續去最遠的一點走 而不會回去收拾東西 但是相反的 abyss at least對我來說 或者以我的經驗來說 abyss他給你最大的reward 永遠都是你追完那個abyss either他會出個箱給你 或者他會出個洞給你去打那個boss 一說這個洞 你知道如果第一個他不出洞的話 其他一些都一定不會出洞 即是如果他出洞一定是第一個出洞 你知道嗎 哦 是呀 是呀 所以我通常是會最多做一個 如果他不揹下去 即是假設我已經不需要去那些duels 那些東西 我做完一個 確保他沒有那個洞 然後我就閃了 嗯 即是當然啦 如果他是跟我走同一個方向 那我就繼續做完他 但是很大機會 他是會回復 回復 回復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abyss和delirium的差距 或者分別就是在這裡 尤其是對我而言的話 嗯 好 那我們繼續下去這個ritual 究竟交了些什麼了 然後另一個大的東西 就是harvest harvest在3.13就重新reintroduce 就是重新reintroduce 那它基本上就是沒有改變 這樣進入這個game裡面 就只是將那個limit 由harvest那個lead 無限地存放你 只要做一個holy crafting station 那你就可以存到你的craft 現在就改了做他自己送10個位給你 你就最多存10個而已 另一個改變 就是你沒有再需要自己砌一個garden 而是你在地圖那裡就隨機會撞到一個 已經砌好的harvest 那你就可以兩個田 選一個田 那就有幾塊這樣的田 那麼harvest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的 其實有好有壞 有不同的東西 就是它一開始harvestlead的時候 就非常的強大 接著就強大到他們必須要拿走 重新審視怎樣做 然後再扔進來 接著3.13他們就覺得是一個好的時機 他們做足需要的改動 然後扔進來 但是就給了一個基本上100%的harvest 就進入了call 是不是 其實分分鐘是比它在harvestlead的時候更厲害 這個power 因為你不需要再自己管理 你不需要再等幾個地圖才可以做 而是你一撞到它就可以開 接著那10個位的限制 就完全被discord的tft channel取代了 基本上你需要有錢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買到的 但是因為它現在容易做了 就多人玩harvest多過分分鐘是harvestlead的時候 而且你沒有再需要中一個t4的seed 就要等很多t2、t3的慢慢種上去 以前要 現在就你一撞到t4的seed 那你就已經可以立即打了它 然後trade了它 其實出現的量 我會估計是比harvestlead更多 比這次好 除了某幾個 對 除了某幾個 它有改掉少許東西 但是非常之少 但是基本上3.13 還有一個 3.13它就是把之前alpha 或者June它兩個開的save house 或者那個tempo的神廟 save house那些 它們自己的NPC圍住幾個波圖 你記得以前嗎 是是是 它3.13就是改了 把它丟回到map device那裡 那這堆大概就是3.13的東西 那我轉到3.14 3.14就是ultimatum 3.14這個lead 除了ultimatum之外 它的patch就包括了很多舊的lead的reframe 那essence呢 plight就加多了一個紅色的oil 那個corrupt也可以塗上去的oil 然後這個大 talisman 又由3.13至3.12的時候 就有一個beta roll 因為那些人吵 你看到talisman是廢 它就有一個beta roll 但是因為剛才說的那個柴油那樣東西 它們就決定把talisman 就變回到以前廢的版本 是 然後就可以塗上去 然後abyss又改到了 abyss就是改了它的箱 掉出來的眼仔的珠寶 會roll得比較好 嗯 經過3.13的洗禮之後 Hazard得到一個它需要的nerve 基本上 嗯 但是這個你也記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backlash 是 在3.13都還沒完的時候 它們出了一個post 說 we nerf harvest 然後就已經有一大群人說不玩了 在那個位置 嗯 接著Incursion Incursion的改動就是 以前你最後那個boss 基本上很少變化的 跌的裝人會怎樣改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現在就改了做 某些房子會影響它跌的drop 就是它會偏向跌多些什麼的drop 就看你的tempo有些什麼 接著呢 就到了其中一個 我覺得在3.14最大的改動 就是這個lab的改動 嗯 它最大的改動就是 你enchant 是可以 頭盔那裡可以選擇三選一 它也會顯示手套和鞋 那個enchantment給你的 嗯 這個應該是3.14裡面最大的QOL 嗯 還有在3.14你可以放那個offering 到那個map那裡開那個trial 是 是今季才改了嘛 6個trial 是吧 6個trial 我記得好像是今 就是scourge league才剛才改 是呀是呀 現在改了你只要有一個offering 連trial也不用做 是沒錯 你直接將offering 去什麼就簡單一點 太正了這個 是 是 不用每次都找一頓忙 嗯 但我覺得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 有一個change that stand out the most to me is that I think it's from Elva 以前呢 你做alpha呢 例如你做好了 做好了這個折扣 嗯 那let's say let's say 你打算double corrupt 一顆gem才算了 right 嗯 那你 大哥的問題是你要double corrupt 一顆gem的時候 first of all 你要有個20個的gem 又有20個quality的gem right 嗯 那你才 quot on quote worth it to double corrupt right now the change that they did it was that 當你砌好金字塔的時候 你可以跟alpha說話 將它變成一個map 然後拿出來 嗯嗯嗯 以前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是卡住的嘛 即使你砌得很漂亮 你可以double corrupt love gem 又或者double corrupt 然後裝的時候 但是你沒有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基本上 射個alpha就卡住了 你根本動不 即是你做不到什麼 right 嗯嗯 但是 當他們可以將 即是 做好了的temple 將它變成一個map 然後丟到那個stash上 我覺得這個改當是其中一個 是 其中一個我覺得是 很好的quality of life 是啊這個 因為以前 和你所說就是卡住很多 特別是 早期你遇到 level 3 gem房 你一顆20都沒有的 是啊 你不要說2020先 一顆20你都沒有的 然後跑又不是 不跑又不是 然後 這個list主要就是 所謂的 整堆 舊的list的改動 除了剛才我說過那堆 我如果這樣在這裡讀這個list 就是有Aphysia 有Blight 有Betrayal 有Bestiary 有Breech 有Delirium 有Delph 有Essence 有Heist 有Incursion 有Legion Metamorf Panderas Synthesis Talisman 基本上這個是 如果你還記得那個trailer 它不斷斷斷斷 每一個list都閃光出來 說它那個改動 是 這個就是那個list 但是如果你記得的話 這個ultimatum這個list 就是它們拿了3.13 看到Alice Passive 非常之受歡迎 然後 受歡迎到一個點就是 因為太過 因為太過容易發達了 靠它們找東西 找得太多東西 GGG覺得 他們在3.14所做的所謂的改動 不是Buff它們 而是Nerve它們 除了有些少你剛才所說的那些QOL之外 Alpha那個改動是非常之好的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件item 出來然後儲存下來 然後之後才考 或者直接賣掉它也好 因為以前是你要double corruption 你要進去別人那裡買 然後希望別人不要騙你的裝 你現在可以直接買一個現成的了 是 但是它因為3.13太過優勝了 它就將剛才我所列出來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Lit 全部Nerve Nerve到一個點就是大家開始覺得 為什麼必須要有那些Alice Passive 而且點齊了那些Alice Passive 才可以回到好像3.13那個位置 如果你不點的話 你比3.13沒有點的話 那個baseline是差了很多的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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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上它 Ultimatum那個Lit 跟Ritual其實是非常相似的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圓圈 一堆怪 殺一堆怪 接著有reward 是不是 只不過是你最後那個reward的形式不同 一個就是你中間選一件選一件選一件 一個就是最後你在一堆裡面選的基建 嗯嗯嗯 所以就導致很多人都不太喜歡3.14的Ultimatum 整個Lit 太過grindy 太過成 但是我覺得 Ultimatum我覺得有可取之處的地方就是 它那個Gamble 因為我記得你Ultimatum你去到 我忘記了是些什麼了 基本上是它的技術 就是你要跟那傢伙說話 你要說 這個東西 我要將現有ex-old的數量量 兩倍化 对? 嗯 the what you would do 你要來開它那個 outputs 然後將4個X進去 是 這樣之後呢 如果你過了 恭喜你 你這這8個X 你過不了 再使用那幾個環境 你那4個X就 不會到這樣 就是一次啊 一次而已嗎 對呀 是的 ластum performer 不是六次 你說的是什麼Inscribed Ultimatum 就是類似物品化的Ultimatum 就是它有四種的嘛 它好像可以轉Diff Card 可以轉Unique 可以轉Currency 還有一個是忘記了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Mechanic是 當然除了你要每一層都要打一次之外 我覺得那個所謂的Gamble 是一個可取之處 因為你打不過你可以直接賣出去 你想試一下自己打不打得到的話 你又可以挑戰一下自己 and the pros and cons is actually in my opinion I think it's quite balanced especially the Trader 因為你過不了你沒得遠的 你遠得誰 他還要一開始那些Modify 就是對你那些Negative Buff的負面效果 他已經顯示出來列了給你看 你知道有什麼在那裡 這些怪有多厲害啊 那些你自己衡量而已 你打不打 真的完全是 是 還有我覺得有一樣東西 挺好的是 他那時候那個Leak Mechanic 你是自己選擇的 right? 是啊 以來是很多負面的效果 絕大多數你是可以避得開 嗯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是有些飛刀 扔出來 就是有一個是 什麼鬼啊 有一個是 鋸片 是啊 即是刀片 會令到你Blead那個 噢 是啊 這個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是 好像 第二個是 有些火 有些Heat Wave 噴出來 可以避 那些骷髏骨頭仔 噴的那些 一個骷髏骨 然後會 一個cone shape 一個V字 這樣 對 然後有些什麼兵 那些有一堆的 對 因為我覺得 這些所謂的 penalty 是 completely avoidable 嗯 是啊 那我覺得 你過不了 或者你完成不了 他想要的條件 為什麼呢 千錯萬錯都是自己的錯 就是你不能夠罵他 對 我覺得是不錯 那3.14的Ultimatum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你想補充 或者你記得的想看 記得 啊 3.14一開球的時候 是 他曾經有一個Modifier 是你離開用圈再翻個血 他就會重拆那個 時間還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群人的話 你可以有一個人 負責彈出彈入 是 然後就可以不停地 在那裡拆那些Loot出來 是 是 這個Loot呢 就是 基本上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GGG沒有做過的了 就是他禁止了20個人 因為去abuse這件事 是 他們定義為是一個exploit 是 那MP就是其中一個 是 是 life is not fair 是 life is not fair 這樣也是自這個Loot之後 就有很多人開始 詢問或者質疑 究竟GGG條線在哪裡 什麼為之exploit 什麼為之clever use of mechanic 中文就是 什麼是一個 我不知道exploit中文怎麼說的 一個濫用的例子 或者一個 濫用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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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但是一個是很 就是你很聰明的自己找到一個 特別的方法去用它 因為以前來講的話 這種他們不會界定為是一個漏洞 只不過是這樣都被你想到 你在這段時間我們fix之前 你就繼續這樣玩 或者我們停了之前 你就讓你繼續這樣玩 但是在這件事發生了的時候 開始很多人質疑 究竟我們在用那個櫃 算不算是漏洞 是遊戲原本設計就是這樣 給我們用 還是怎樣 很多大的Streamer 或者YouTuber 都對這件事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惑 不靜止 其實這件事可以 除了那個Leap本身的技術之外 其實都延伸上去Build那方面的東西 是啊 特別就是Build 特別就是Build 最多人最擔心的就是一個Build上面的問題 因為以前有類似的例子 會是一個Build of the Week 或者Build of the Month 一個show case GGG以前有一個這樣的show case 那些其實你某程度上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漏洞 或者是濫用一個漏洞的例子 而是一個很特別的用途 去取得這件事的 嗯嗯 但是現在 就好像今季那個例子 就是那個減震效果 減到超過100%的話 這樣就將整個震效果 本來你多吃一些傷害 就變成了你不吃傷害 完全抑制所有傷害 他們這次你都看到 剛剛那個Hot Fix已經解決了 沒有了 那就是很明顯這個是Bug來的 但是用那幫人 又不計算它是用途的 嗯 不正值啦 你想回再做好少少的例子 有一個是mana reserve 那0成任何數都是0 哦 是是是是 沒錯 是沒錯 那個0成任何數都是0 那個mana reserve 是啊 是啊 就是這些例子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樣 還有MP那件事 其實MP他自己叫人不要用這件事 他在Stream說過幾次叫人不要用這件事 他看回他那條片 他就說他自己都是試多了兩次 去確保這個是這樣做的 這樣 就是當然了 這一邊是他那邊的效果 但是實質上他去推廣這件事 是另一個YouTuber或者Streamer 不是他來的 是Path of Math 他去大力叫人 喂可以這樣做 你趕快去組合 然後一起這樣 去使用這個機器 是 但是他是沒有試過 Path of Math 是 但是MP就被禁止了 他在得知道MP他們被禁止了之後 他立刻unlist了自己的那條片 或者是private了 或者是禁止了他的那條片 是 因為很明顯他事後是知道有問題 但是他是沒有承擔任何的效果 那究竟那條線在哪裏 draw呢 是 就是發現到有這個bug的人是 因為MP他不只發現了這個bug 他不只叫了別人不要用這個bug 甚至乎詳細report了在那個forum那裡 是 那個post突然間沒有了 GGG沒有通知過他的情況下 但是GGG拆下了那個bug report post 是 那你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你不知道究竟是 GGG想把這個消息去 就是類似收藏這個消息 不要公佈這個消息 不要讓那麼多人知道這個東西 一定有什麼鬼 但是純粹是一個 系統上的錯誤都不奇怪 是 是 但是生活不正確 所以 好啦 那三點一吃還有沒有補充 沒有啦 有的有的 有的 又是 現在呢 最熱的unique item 是 Bage Blood 對 對 後來 Ultimatum有一件神裝 嗯 Val Skills 是 對 有關關於Val Skills I don't remember 但那隻手套 又是 對 跟那隻手套 沒有記錯 應該是 Head Hunt之上的 又是 其中一個unique item 我不知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用過 我自己就沒有見過 但是我知道 有這件裝 嗯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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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會有機會見到手套 但是手套的設計者 這不是設計的原意 這是 一個 壞 好 好 如果 好像我沒有經歷過 都不要緊 但是 先幾次 跟Chris的訪問裡面 所有Streamer Youtuber 就是跟Chris 做訪問的那些 都 強烈地跟你說 你即使 這隻手套 可以變成 設計者原本 設計的版本 都好 你怎麼都要將它 Ultimatum 所謂Bug了那個版本的手套 放出來 就是 你可以多做另外一隻手套 可能是所謂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這個Leap 就是有什麼Ultimate content 就是Uber Blight Uber Legion 那些 那你就在Uber的 Ultimatum裡面 放回那隻手套 作為其中一個機會 可以改名 或者轉成另一個樣子 但是你留下這個功能 作為一個非常之 大家很想要的東西 因為今年很神奇 我想過往沒有試過 一年裡面有幾件 有兩件 有兩件 是超過Hunt 的價錢 今年有三件 Stasis 剛才你說的那隻手套 和Mage Blood 三件都超過Hunt 是 但是Stasis 是那件甲 是不是 Stasis是那件甲 但是問題 我記得Stasis 是因為那些人 Jack up the price 不是因為 可以是因為 Jack up the price 但是 它那個價錢 始終都是超過Hunt 以前你怎麼可能會 將一件裝 廢極都好 或者罕有極都好 你都不可能 Jack up 到 即是你沒有人壟斷到 它超過了Hunt 那個價錢 它始終做到這個效果 在市場上 你在想一下 你 可能 因為我聽到的版本 是 是因為 真的 因為 Nobly 是 有幾班人 或者一班人 去把所有東西 儲齊 那個 就是 買了所有Stasis 然後自己放那個 但是你以前 再罕有的裝 你都做不到這個 地步 你只有Hunt 去到那個價位 那可以 Voice 另外一個不是Voice 但是 對 那好像是Nerf 對 但是 Anyways 3.15了 Expedition 這個 Expedition 就是我們在這幾年裡 見過最少人玩的 即是一開始玩的人數 也是Dropoff的最多的 其中一個Lead來的 那這個3.15的Lead 除了Expedition 自己的賽季的機制之外 就引入了一大堆新的東西 包括有19招新的技 有幾招 一開始是完全用不到的 其中有一招最著名的 就叫做Absolution 在開季之後 不記得一兩個星期 就要加400%更多的傷害 才可以上到現在的正常水位 然後另一件事就是 Expedition 的怪物大Buff 就是基本上對我們的大Nerf 所有怪 直到83層之前都有血量的提升 然後 除此之外 亦都有這個 對玩家 亦都是這麼多年以來 可能是最大的Nerf 就由Support Jam開始 就把所有Support Jam 由之前可能50% 到39% 接著還要每一條連結都改了 是剛剛推出的時候 所有Support Jam的Mana Multiplier 都大幅提高了 就是你所需的Mana 是要多了很多 除此之外 亦都有Flash的改動 這個是第一次Flash的改動 就把所有免疫的變成 不是在這個Utility 就是功能藥劑那裡 一按就可以有幾秒 免疫某一種狀態的東西 而是你需要承受那個Alignment 那個異常狀態 然後再用那支藥 才可以未來幾秒免疫它 接著也是這麼多年來 裡面最大的移動的Nerf 就是Mobility的Nerf 就是Smoke Mine Second Wind 和Dash 這三招技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Hit 接著 因為剛才那一堆問題 亦都成為了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唯一一個League 是有三次Chris Wilson的訪問 的League 每個就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是不是每個一個小時左右 還是每個三個小時 我不記得 總之是每一次都是長輪到 混蛋 我看一看 你有沒有什麼在這個3.15的League 想補充 沒有什麼 因為我記得我3.15的時候 玩得不長 因為 那時候我押了40 然後押了100 我真的被燃焦了 到一個地方 我入黃圈之前 還是剛剛入黃圈 我就已經搞不定 我就已經起了 在這裏更正是三個小時的Podcast 總共有九個小時的Chris Wilson Podcast 3.15我講過了 我覺得是最好的Lead來的 不是最好的Patch 兩件事是分開的 就是它那個賽季的機制 我很喜歡 我覺得它那個Lockbook很好玩 你可以很花時間去設立一個非常完美的Lockbook 或者你可以很無腦 隨便按所有圖示範都可以 很少Lead可以做到這個平衡 就算那天你真的不想花時間去看 你可以勾按都可以 接著它亦都是第一次引入了這個完全無敵的一種傷害的怪 就是它有些 我忘記了那些是甚麼呢 有一塊東西寫著 上面是它打後的所有怪都無敵到身體 或者無敵到傷害的傷害 或者是無敵到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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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一開始 它出那個時候 即是未開始玩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樣很一般的東西 但是玩下去我覺得不是一件那麼大件事 很容易可以避開它 因為實際上它又不動 你的圈你自己捉不到它就行了 基本上 它在怪物上面的設計是非常之有心思的 在這個Lead裡面 特別是根據Ultimatum Ultimatum是那個圈裡面有很多黃色的怪 它這個Lead裡面基本上是 你如果不炸那些大的骷髏 基本上是沒有黃色的怪 但是即使沒有黃色的怪也好 白色的怪它都不是正常 你隨便撒一撒一撒一撒就死掉了那些東西 它每一隻都有自己很特別的效果 或者很特別的技能 令到它們可以生存得久一點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是謊言的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3.15的那些 還有它引入那4個NPC 除了換貨幣那3個NPC 其實我也很欣賞 第一個是Grennan 是不是Grennan 那個女孩子 賭博那個 然後第二個是Rock Rock就是那個幫你整裝那個 然後整裝那個 我想它以後可以用這個模式去教新的玩家去怎樣整裝的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俯限了Expedition 因為它那個教得很好的 它全都顯示給你聽 如果我要轉Suffix 或者轉最高Tier的是哪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至少給它現在的那個Help Page 遊戲裡面的Help Page 有用得多的東西 然後最後那個就是換 跟它講假的那個藝人 那個也是很棒的 這三個NPC是對SSF玩自力的人來說是一物來的 最後去到3.16了 就是這個League ScourgeLeague 那ScourgeLeague 有沒有什麼你特別想提呢 有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上幾個 第一個 還是第二個Podcast 已經講過Scourge這件事 但是 OK 有一個位置 我記得我們之前的Podcast沒有講過 which 我覺得是很可惜 講一講一講一講 就是如果當時 他們沒有Nerf到Talisman Combined with what we have now Being able to modify Corrupted Item Holy fuck 你那個Potential是 Beyond Imagination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Talisman未被Buff之前 其實是很難Shit 因為第一 你不能Modify 第二 你不能Enchant 那基本上你 正正因為這些原因 但一開始Talisman It's in a disadvantage compared to other things Let's say Uniques or any other rare Amulets 嗯 是的 是的 因為Talisman整個原意就是 他污染了 你不能改變 所以他之前才給他一個好一點的Role 是啊 which which 有一個好一點的Role which makes it I wouldn't say give it a big jump but rather a little bit close to whatever you're comparing with 其實是中期的 非常好的過渡裝 但不會太厲害了 你用他後期的過渡 是啊 但現在說的是 他們又將那個good role Nerf 變成以前 是啊 連前期都不如的裝 是啊 那what's the point of it being exist 但是大家試想一下 Talisman本身有good role OK Other than that 你有scorch這堆的currency where you can modify a corrupted item 那之後再加上 Corrupted Oil Red Oil You can put Enchantment up 可以帶給你的Benefit Beyond than just a Talisman that helps you through like過渡 It can achieve more than that But sadly apparently it's too strong After giving them a good role 是啊 我都不知怎样是太強 but whatever whatever the devil 很多時候真的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 那我在這裡說說3.16還有什麼 我覺得最值得留意特別是帶進去3.17 如果假設3.16是不進去call的話 是 6年 嗯 6年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回不了頭 嗯 就是你所有的currency你都可以沒有了 但是我覺得你那個Taint Fusing要留下 所有東西都可以不帶過去 但是你要是就給那個corrupt item 有機會多加一條連上去 由5年變6年這樣才算 嗯 又或者Taint Fusing 5-5波去加一條連或者少一條連 嗯 這兩樣東西是今季的 即是很設定 但是今季最突出的東西來的 是 你今季有的6年是早到你 白map就已經有6年了 那個 是啊 非常之易入手 是啊 還有他們是叫做 我們現在其實PoE那個情況是慢慢過渡進去PoE2 是 PoE2是不會有這個煩惱的 所謂的 在裝上絕對是沒有了6年的煩惱 但是依然會有6年的煩惱 OK 我覺得你可能要解釋一下PoE2 PoE2 PoE2那個6年系統 就將會由裝上要6年 就變成在粒技能石裏面要有6年的 簡單來說 你就不會再有連結石 你就只會有那個工象石 即是Jules Orb 你要做的就是將一粒技能石 將它放到有一條6年出來 那你就可以拿著那粒技能石 放在任何裝上面 你都會保持有那個6年的 那你就變成不需要在地上撿到一件裝 能力比你身上的那件裝 但是因為它沒有6年 你就用不著地上那件裝 你就只能夠屈袖用回你的比較廢的裝 那這個就是所謂裝備上面沒有了6年的煩惱 但是6年的煩惱依然在這裡 但是我們反正都是去PoE2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早點去Face Out 即早點去令到這個6年沒那麼辛苦的一件好事 對RaceQT也是一件好事 對嗎 對 對 對 這件事我想是Scourge League 去到下一個列可能大家有最大的反差 或者最大的抗拒就是 可能如果下一個列沒有一個相對容易 6年的入手的話 大家會突然變成 又要找一個6年 然後之後做不到6年 6年的價錢又上回去 這次的6年很便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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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講一下未來2022年 我們講一下這個 賺錢的東西 Core Support Pack 對 有幾樣東西 第一 你覺得它們看得怎麼樣 只看樣 只看樣 只看樣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失望 OK 那失望的點是甚麼呢 就是我見到太多 similarity 大家跟什麼相似 你意思是他們自己那幾個pack太相似 還是跟什麼相似 跟之前那些太相似 in my opinion 那我大概講一講 為什麼會這樣看 第一就是 那個叫Annihilator 有一個Annihilator Supporter Pack 8-6元那個 對 8-6元那個 他跟那個Midnight Pack的效果是很相似 Midnight Pack 會出一個是Night 另外一個是Day Sun 一個是Nightfall 對 基本上那個Effect 那個紫色的 紫粉紅的星空 那個星空 基本上一看 在我的POV來講 一看就很像Midnight Pack 然後再來就是 Incinerator Supporter Pack 就是最貴的那個 480那個 對 給我的感覺就是Midnight Pack 的新那邊 都是 他到門都很像 對 所以我有一點點失望 嗯 那我講一下我的觀感 我覺得很MK 真的 很多個都很MK 跟去年那些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喜歡太多 螢光發光的東西 啊 特別是月落 你從160元開始 就是Incinerator那裡開始 160元然後240元 Revenger那件衣服都還可以 但是它的波圖 白弓的效果 太多螢光了 然後到Incinerator那裡 就覺得太光了 嗯 啊 你純粹因為光那個問題 我不介意 就是好像你上去 頭那兩個 我覺得OK的 衣服 就是小小點綴一下 我覺得OK的 是 但是你如果去到 對 就是60和100那兩個 我都覺得OK的 到下面那些 純粹好像是為了發光 而設計 整套裝都 嗯 嗯 特別是 啊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不明白為什麼 全部都是翼來的 我想要 我想要Cape 我想要斗篷 嗯 他們很多的Crosser Quarterpack 都是 都是翼沒有斗 是 但是你這遊戲 又不懂得飛 又不懂得 你說這遊戲 可能有小小似飛的東西 就是 基本上只有Leap Slam 比較似飛 不是 Crosser Critic Ground 不是 Crosser Critic Path 那個是閃過去而已 我覺得那個像Flecker 那個像跳起 那樣飛的 嗯 就是 不知道 但是不多 真的不多技 你也是純粹在那裡搭 就是這樣放在那裡 但是沒有功能 是的 我經常覺得 反而我會喜歡Cape那種 會貼地些 是的 純粹看樣子 我就是這樣想 嗯 然後你覺得它 現在除了在現遊戲裡面的樣子之外 你覺得它後面打後 160元起 那幾樣真實的 item 真實的東西 你覺得 那些衣服 Hoodie 塔羅牌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衣服 我個人來說 衣服 是不會看的 因為很麻煩 反而Hoodie 那個 Exalt Orph Hoodie 我覺得OK 如果真的要Hoodie 嗯嗯 但是我覺得 重點是塔羅牌 塔羅牌的設計真的很厲害 雖然它只是一個標誌 但它仍然看起來很好 是的 我贊成 塔羅牌真是厲害 有一個尺寸在這裡 他們說是 大概7x12 那麼大的一張 你自己想一下間尺 多一檔 7x12 7cm x12cm 哦 那就是那些 基本上 就是POE crossover 八變小鷹 很重要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是 就是這樣 沒錯 我覺得是值得收 其實很希望 它可以就這樣 出一個塔羅牌 只買一個塔羅牌 I'll definitely pay for it 沒有啦 I'll definitely pay for it 沒有啦 不是 它都說那個是 Esclusive這個pack 哭不出來 這個是Esclusive那個pack 嗯 它下面有寫 它說 這個塔羅牌 配置 A set of 22 Path of Exile themed塔羅牌 and three additional random 塔羅牌 signed by developers 就是total有25張 嗯 這樣它就說 這個塔羅牌 is exclusively available to incinerator supporters 嗯 就是你可以買這個 這個塔羅牌 你不要它所有東西 你只要它塔羅牌都可以的 我相信它不會介意的 我還蠻想吃它不介意的 哈哈哈 那但是 對了 不夠水 我的塔羅牌回來 嗯 嗯 還有三個簽名 對 那另一樣東西 關於這一套東西就是 假設這一堆東西就是 暗示在3.17的內容的話 你會看到些什麼 或者你會不會聯想到 我們將來會有些什麼 content 在2022年 嗯 我ok 第一樣東西我會想到的就是 四個guardian 對 1 2 3 4 對 對 四個guardian 什麼nullifier annulater 那些 那些 然後我覺得那個endgame boss would be fucked up version of sin 就是你覺得incinerator 那個supporter pack 就是那個 尾王 ok 為什麼呢 ok 我這樣留意 就是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 是因為大家 如果有革命去它的link 就是看一下那個portal 你開個portal 你中間有一個人在這裡 對 I don't know it gives you a feel of it's sin 因為它有個Aureoth 那個symbol 它後面都有一個 然後再加一堆 它好像很炸lantern right yeah that's a lantern 嗯 他的手炸lantern so in my opinion it kinda looks like sin 嗯 which is just a simple speculation but then if he does look like this as a last boss it's it's he looks quite badass honestly 嗯 還有我覺得這個portal 我個人認為 覺得挺漂亮 嗯 OK 要這麼說 如果只是以portal 的角度來看 我挺喜歡ravenger 那個 以及incinerator 嗯 因為ravenger那個 雖然它是類似一個圓影 但它其實是一個十字 還有它在山的時候 you can see the little 十的光 kind of fade out which is a really good detail which most of the portal when they close out they just simply disappear without any like special effect but ravager do have that kind of fade out kind of effect which is quite nice and for incinerator 除了中間那團友之外 它的那個portal 令我想起 驚 嗯 就是一道門 但是一道鏡 的一個設計 which looks quite interesting 我的看法就是incinerator 那個呢 我不肯定那個是sin 是innocent 因為sin那個好像是 上面沒有那麼高 然後innocent 那個是上面很高 但是這個像是 the mixture of the two mixture of the two 所以我不肯定它這個是什麼 但是感覺上 會跟它們兩個有關 我也是這樣想 嗯 但是就變得很奇怪 因為它 我們看回 我第一個就是完全不知道 就是60塊那個incinerator 我完全看不出它是什麼 基本上 除了有些少許星空 跟上幾個感覺 是 然後下面那個nullifier 看上去就跟elda有關的 或者elda那類型的東西 那些觸手啊那些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 你知道嗎 反而那個nullifier 給我的感覺是 好像跟這個cracken有關 哦 就算是跟scorch有關 是嗎 scorch cracken 你意思是深海那隻 是深海那隻 cracken ok 就是好像 你知道深海那些 不知道什麼傳說 還是什麼故事呢 大海裡面有一隻叫cracken的 的魷魚 還是八爪魚 是的 原因為什麼我會說 跟那隻東西有關 是因為 大家如果去到portal那個位 嗯 一來啦 你會看到那隻東西 就是有些觸手 ok which 看上去好像沒什麼 但是呢 如果它的portal一關了的時候 你會看到呢 它關了的時候 那個effect 嗯 是一些水來的 那些黑色其實是水來的 嗯 which instantly reminds me of cracken 嗯 我純粹覺得它們像elda 因為又是黑色的族手 嗯 又是有那種 黑黑的色 好像水那樣的感覺 whichelda 它也有些類似那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幾隻 其實是跟maven有關 除了最後那隻 嗯 就是你知道maven 那個系列 就是maven和elda 是同一類型的東西來的 我覺得這次應該會再介紹幾隻 但是去到第三隻 那個就是 就是obviously是星空來的 不要爭的 這個 但是就紫紫的 紫紫的色的 就有些跟shaper有點像 我就覺得這兩隻 對 第二和第三個 100和86的兩個pack 就有點像elda 和shaper的counterpart 對 那你對其他這幾個 還有些什麼看法呢 你剛才所說的那個maven那個 就是annihilator 是應該是會跟maven差不多級數 還有呢我想 kind of like touch on 剛才所說的 就是no fire那些的 嗯 我覺得 imperator 我覺得是跟那個concept 是來自Iron Maiden 有些像的 是有些像 是有些像Iron Maiden 還有我覺得 Ravenger 我覺得是深屈跟fire graves有關 Ravenger OK 你跟我想法差很遠 這個 Ravenger我看到他那個portal 他那個 他那隻東西呢 不是拿著兩個球 但他那個頭那裡 我覺得很像maven 好像maven那個brain那個 哦 中間那個很大塊老 是的 一開始我以為是一個水母來的 然後我看著看著看著 有些像maven丟在中間 有時候他會進去中間 有時候會在外面那個大老 是 嗯 不過是 但是你也跟Fair Gravy有關 他後面有一條船 其他的背景都沒有 是的 都沒有跟海有關的 是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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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Shaper呢 他有點像Shaper 對 他那件斗篷 他那四隻手 是 是 還是不知Elder 對 他兩個都是差不多的感覺 噢 什麼 叫Fadda那隻 Fadda 對 就是Shaper 是 但是我在想會不會其實這個是 例如另外一個時空的Series 是 他進了去 然後 然後 takeover了Elder的力量 然後變成這樣 嗯 但是那個問題 I don't know the symbol really got me going Auri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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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我原本一開始看到它的 symbol 可能是一個 類似 innocent的Fanatic 是 發得瘋了什麼 那些 那些 Fanatic的東西 然後 然後就拿到Auriath的力量 然後變成這樣 但是不知道 它有太多東西太像我們現在有的東西 但是又不像我們會有的東西 是 尤其是 就是我很容易專注到它那個 symbol 但是如果你看到門 你看到門 它上面 中間也是有一個半圓 那個彎 那個彎 那個頂那裡 然後下面有一個很小的 symbol 但是那個彎 你如果看它的武器的頂那裡 都是同一個 symbol 來的 有一個這樣的彎 然後有一個圓圈 這個我們沒有見過的 symbol 我不知道是一個新的 symbol 但是它純粹是想 弄得好一點 所以這樣 但是 我懷疑這個是另一個 symbol 哦 不是啊 嗯 我想起 Lunaris 和Solaris 哪一隻 有一個武器 也是差不多 那樣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應該是Lunaris 應該是Lunaris 如果這樣 新月彎 你看看 你看看 對 看那個art 他們之前不是出了個 Lunaris和Solaris的statue 對 對 那個石像 它是很像Lunaris 就是那個彎形半月形的那個 嗯 是有點像的 嗯 會不會是Lunaris 吃了Solaris的力量 那會給它燈 或是燈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因為像你說的 Annihilator 和Incinerator 其實是之前兩個 Mystery Box 有可能我們會看到 那個Mystery Box 的東西在今 怪語裡面會出現 是 如果你記得之前 不是有一個 是Scientist 差不多的Mystery Box 是 有些綠綠色的那個 我很喜歡那個 三隻狗那個 是不是 是 就是那個 它那堆東西 是過了一兩個星期之後 在Heist那裡出現的 它那堆東西 Heist是一個 對 我就是懷疑他們 是不是就是之前 已經在做這個 back end的art 然後就做了一個 Mystery Box 然後其實實際上 是跟3.17有關的 所以你和我都會覺得 好像是抄回之前 他們出了Mystery Box 但是實際上 其實他們本身就是 設計了現在 這個新的End Game 都不奇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這個 嗯 那 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那 在結束之前 就和大家 說一聲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是的 因為基本上 下一集 基本上就到 2022年 是的 是的 希望大家 有一個美好的 End of year 也都希望 未來 在2022年 即使 每一個 better year 都好 那麼 at least it still maintain the same cause most of the time no news is good news 嗯 好了 就是這樣了 好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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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